說著說著忍不住 淚崩了 天王新住戶和主委六號 持續守在住家旁邊 關心拆除進度 看著病身心血被埋在沙途中 真的很痛心 真的繼續一生的 對啊 一生的回憶 對啊 小朋友的回憶都在裡面 這一陣雖然什麼都沒了 但住戶們彼此互相照料 更有暖心房東不只退租 還自掏腰包一解租客的燃眉之急 他說是有一些金子 所有衣服都在裡面 沒有 我沒有收了 然後我把該給的錢都給他了 然後有幫他申請補助 我有包紅包給他 而現在天王新的拆除進度 原定二十四小時不停工拆除 但頻頻遇上大小余震 現在靠消布塊跟綱樑支撐 已經不夠 最近余震也都不斷 那每一次的余震 或許都會造成這個傾斜度的增加 工程單位會再增加五到七支 H型鋼放在側面穩固重心 再按照計畫逐層拆除 但過程中不斷有物品掉落 全都是必需用品 看在住戶眼裡心都碎了 衣服換洗用具全都沒戴 有里長就帶著未及租客去買衣服 而其他住戶想領回財務 得拿身份證跟災害證明書到警察局領取 只是大地震來得突然 不少人根本沒戴身份證 現在也有相館老闆願意幫助他們重拾身份 做這個證件拍照的快照部分 因為大家可能錢包證件所有都沒有了 各方人士不吝嗇站出來 幫助受災戶渡過難關 有簽出錢有力出力 只希望能趕緊回歸正常生活 華視新聞花蓮綜合報導